此季缅甸联络处举办了医疗教育个案的联谊会 有60位助学生来参加 而来参加的学生们也组成了小小志工队 主动来帮忙 一进门志工就亲切招呼 端上茶水和点心 欢迎家人的到来 但这次有些不一样 一向是被招呼的孩子 现在穿起了志工背心 帮忙擦水果 他们也想付出 用中文念出禁思语 再用缅甸文一一解释 教育医疗个案联谊会 每个月定期举办 今年是第四年 禁思语教学是重点 在潜移默化中种下善种子 由于参加的助学生越来越多 特地一年龄 分为上下午两场 因才施教 学生学习得更多 环瑶九十度送上结缘品 还有彼此说不尽的感恩 带新闻王明绵 刘安敏 明天报道 明天报道